每日有新瓜,嗑嗑不停,哈喽大家好,爱你们小儿又准时出现了,话不多说只有主题,让大家思目已久的无路爱情故事第二期在千呼万唤中终于来了,这期故事还得从宝格丽说起,8月25日小红书官宣与吴磊赵露丝一起探索神秘的伊甸园,宴席上众多宾客公愁交错,当我走向你旁边的座位时,你慌慌张张的拿起来手机,而我面不改色的谈笑风生, 我们的爱情就是假装不在意,四下无他人余光里却都是你,宴会上人潮拥挤,可是我唯独奔向你,遮遮掩掩的爱情我并不喜欢,我暗地发誓,这种日子不会让你等太久,吴磊的微博里处处是星星,赵露丝则把月亮当成大名字,8月30日我们见面,赵露丝发微博说星月合体,这也是我们小情侣的第一次正经合照,赵露丝发小红书,他举着月亮说,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空间,但总会彼此想念, 熬过一滴我们就结婚,画面里卡通情侣小人的姿势和乌磊拍照惯用的姿势如出一辙,谁懂他们到底模仿了多少,庆功宴的第二天,在我们眼里就是大婚吧, 蕾蕾对着镜头比耶,赵露丝对着镜头比心,看起来和普通情侣的相处没什么两样,唯一的差别是我们是明星,9月1日我们同发微博,日子还很长,我们来日方长, 行汉灿烂的官方作品里收录了很多CP的二次创作,废导这台撩机从头飞到了末尾,我们甚至连工作室的排版都一模一样, 赵露丝抖音更新的配乐里面写,把你的名字写进心里,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好好抱紧你,在看不到的夜里有许客在想你, 赵露丝的紫色杯子,在无垒的vlog里,无垒的抖音里,网友的偷拍里每一次都能见到,说起模仿对方,他们似乎都在比谁模仿的更像, 赵露丝在12月25微博里说会下雪吗,无垒第二天就直播漫天的雪花,赵露丝又在第三天的小红书发了雪, 小情侣为了秀恩爱全是小心机,真的是处处有回应,渐渐有回响, 赵露丝21年11月编辑的小红书正好在12月26日编辑掉了,改成了一个生日蛋糕,那天恰好是无垒的生日, 女孩子的心思总是这么细腻,比起微博,小红书上的赵露丝发文更随心,糖点也更密集, 她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示对她的思念,无垒整整五六年都没有用官方号发自己捧着月饼的中秋祝福, 之前每年都是发一张简单的工作状态和白白首饰的祝福, 为什么如此反常,谁不想晒晒女朋友送的月饼啊,月饼合上写着长沙特产, 无垒身边更是没有长沙的朋友,这个月饼稀有程度是找黄牛都很难买到的, 难不成无垒会为了买个月饼,专门托人买通黄牛不远万里去长沙, 就为了买这么几个月饼,所以显然意见是赵露丝送的, 而赵露丝工作室的一则微博印证了小二的猜想, 经济团队招聘编导坐标恰好是湖南长沙, 还用小二多说吗,发抖音都要用BGM对暗号, 无垒刚用完微风吹,北风轻轻的吹我轻轻的跟随, 转头赵露丝就用了风从哪里来, 宝格丽明场面流出这段直接给大家放原声, 音量调大仔细听, 吴磊就回答,最近在深圳拍戏, 有人问赵露丝是你女伴吗, 吴磊害羞的微笑点头示意, 随后提问者说你女朋友真好看, BGMUP主在赵露丝的微博下评论, 随时应该艾特某位五级号来暗示吴磊, 随后匹克这个逆子就留言马克巴卡, 谁还不知道吴磊是匹克授权最高的代言人, 穿着同款品牌的衣服用着姜桐的微博文案, 英文贴纸,爱你在心口难开,歌手里的名字还有Leo, 刻不完的文案,做不完的同款动作, 数不清的数字堂,数不尽的卡点, 多到不想梳理的资源重合, 连上热搜都是以前以后, 这都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, 喜欢你就是爱你所爱, 二一年年末, 乌磊飞海南拍广告, 拍完后消失了一个月音讯全舞, 而赵露丝二二年一月在海南旅游, 还说你们没有一起, 小二大胆猜测不是蜜月期就是热恋期, 火星撞地球都没这么巧, 赵露丝发微博说等下一个天亮, 鸽子立誓, 把你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, 乌磊赵露丝一起看了海都发微博做了记录, 赵露丝微博的开讲时间恰好是乌磊的生日, 12月6日是1点09, 17年8月, 乌磊前脚刚发作业没写完, 后脚赵露丝就发了, 听说有人作业没写完, 参加任何节目和公开露面, 两个人都戴着宝格丽的蛇行戒指, 而这枚戒指象征着永恒的爱情, 赵露丝生日回复CP粉的留言说有, 还发微博说明年大家也要都在, 赵露丝狗狗的这件衣服出现, 恰好是在10月16日, 也就是他的农历生日, 乌磊刚好消失不见那几天, 照片里以为暴露出穿拖鞋的脚, 这难道不是男生的脚吗, 小情侣上午直播各种名场面, 看似不是你却处处都有你, 乌磊模仿赵露丝的手势又可爱又好笑, 赵露丝说一八二的男生穿上很好看, 他还说男生会戴头套, 头发就很难受会持续的掉, 乌磊也说过同样的话, 每次直播不管什么商品, 赵露丝总会说这个是不是男生也可以, 墨镜戴到脸上张嘴就是谁都不爱, 主持人发起一问马上改口爱一点点还是偷偷的爱, 说完甜甜的恋爱小儿还想吐槽一些话, 因为最近微博冲浪总能看到一些多女友粉的疑问, 质疑乌磊为什么要跟赵露丝走得这么近, 甚至还会质疑他当初为什么要结心汗灿烂, 其实一个好的演员有一种对好角色好演技十分可求的欲望, 愿意挑战自己, 乌磊就是这种人, 而且据播到现在不能说对他加成不大, 连我妈这个万年不追剧的人都在等着每周的更新, 连夸这小伙儿长得帅身材好, 粉丝讨论数量和二创视频的播放量也能看出一点, 林布宜这个角色很丰满, 他身上有种疯癖属性, 但是对女主又很温柔, 身上同时背着仇恨又比较压抑, 可以说是个比较多面的角色并不好演, 一个不留神就会被说成装兵面瘫, 而且据我所知, 好像乌磊还没有演过这种略带一点疯癖的角色吧, 顺便再多说一句, 粉丝不要觉得自己认为的就是对的, 人家比你更能明白路该怎么走, 一个合格的粉丝应该做的是支持, 鼓励, 陪伴, 不是质疑他的决定, 嘲讽他的选择, 要知道他试验角色的同时就是在提升自己的演技, 身为演员能演各类角色, 演技高超, 口碑好, 能扛剧, 才会有好剧本找你, 一个演员一生能遇到几个好剧本, 林布宜这个角色就是在为他接到好剧本做准备, 只有准备好了, 机会来临的时候才能抓住, 粉圈太小了, 演员需要的是路人盘,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地底上, 他需要转型, 需要改变大众对他的刻板印象, 说因为女主或是别的原因就嘲讽他的, 希望巨狐的, 我只能说你目光太短浅了, 只看眼下不看将来吗, 明天巨狐了不利的还是他, 只有巨狐起来, 他的努力和能力才能让人看到, 粉丝希望乌磊能找到一个剧本好的, 合作演员你喜欢的口碑好的, 角色又富有挑战性的饼, 很好, 想法很好, 但是机会太少, 找内鱼之尿性几年才出一个好本子, 出一款暴剧, 人家凭啥找你啊, 给谁抬咖那东西被逼皆戏, 银箱好传的乱七八糟的都是放屁, 证据呢, 恶心自说的, 你亲眼看见的, 因为一些风言风语就去抵触, 讨厌, 那叫蠢, 去网上看看网友对乌磊的评价, 对他演的角色的评价, 为了自己的女友性子, 反而爱欧相, 却变得更强, 真的违背了追星的初衷, 道听途说什么绿茶营销咖手滑, 就取先入为主的恶意诋毁和不喜, 有一句话叫做了解一个人从来都不要用耳朵听, 意思是对一个人的了解不要听其他人的评价, 要自己去了解才知道这个人什么样子, 每个人评价都是主观的, 那么小二的主观评价就是, 张罗斯看起来大胆咧咧但心思细腻, 要强降脾气是野心重典型, 一纸女受不了彩虹癖, 会暴露本性就一杀雕小孩, 而且喜欢小动物家里猫狗双拳, 又是真的用, 赵罗斯的团队我不了解, 但是我知道他公司和工作室貌似都不成熟, 像临时的草台班子公关能力不足, 粉丝的话更不是很能打, 空瓶空不住, 广场上不去甚至经常被人骂, 采访视频可以看出来, 起码赵罗斯表现出来的状态和语言都是叫同龄人成熟, 同上粉丝感受到不是单箭头的喜欢, 录制节目的时候有粉丝因员他会特地跑出来混到粉丝群里一起聊天, 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数是女孩子, 会买奶茶送红糖水给他们, 天气太冷了, 录制节目会到很晚, 知道粉丝们学生比较多, 他会提前嘱咐粉丝们早点走, 并且反复强调注意安全, 在机场遇到会大大方方的和粉丝聊天开玩笑, 对麻烦喜欢直接正面回应, 对造谣声势的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打死不承认, 有就是有, 没有就是没有, 反正我挺喜欢这样, 直来直去多好,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, 该一夜时就认真一夜, 该休息就休息, 不管怎样我认为赵露斯属于比较讨喜的, 性格方面是很吸引人的, 所以无垒动心了也无可厚非, 作为粉丝我们有的只是祝福就好。